小金宝拉着小五和几个哥哥玩躲猫猫 金宝举着小屁股躲在水缸旁边 身上盖了一层草 小林也趴水缸的另一边 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 像两个小肉球 金宝你藏好了没有 大哥哥马上要来抓你咯 小翔说完就来到了水缸旁边 看到两个小家伙认真躲藏的样子 忍不住打去道 都藏在哪里呢 小金宝藏哪里了呢 我怎么都找不到呢 金宝吓得赶紧捂住自己的小脸 一动不敢动 小翔逗了他一会儿被蒙得不行 这才开始找其他人 等到玩第二圈的时候 金宝想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院子里看了一圈也没有他满意的 见大门开着就偷偷地往门外走去 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路 感觉够远了 金宝看到路边有一个草垢 金宝眼睛一亮 兴冲冲地跑过去 藏在里面 还不忘抓一把草盖在自己身上 他藏的地方肯定是最隐蔽的 谁也找不到 院子里小五没多久便抓到了小城 只是众人都出来的时候 没有发现金宝的身影 小翔 小瑞 你们知道金宝藏哪里了吗 不知道啊 金宝没跟我们藏在一起 金宝快出来 小树找到你小城哥哥了 你不用藏了 只是喊了很久 金宝并没有出现 几个小家伙都慌了起来 开始在院子里翻找起来 李云听到动静 走了出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三婶 妹妹不见了 我们玩躲猫猫 不知道她藏哪儿去了 找不到了 郑家人听说金宝不见了 一个个都急得抹眼泪 好了 都别哭了 她还那么小 肯定跑不远的 老大 你们去村里找村长 让他们帮忙一起找找 我们分头行动 村民们虽然平时有些小矛盾 但是一有事情也是团结的很 听说金宝不见了 所有人都自发帮忙一块找 而此刻的小金宝 竟然趴在草舵里睡着了 所有人都没想着往这个方向找 这边除了草舵什么都没有 任谁也不会想到 它那么小的一团 竟然能跑那么远 这时候 马路上迎来一架马车 异常华丽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马车里面的人似乎感应到什么 急忙喊停了马车 只见从马车上下来一个 着装华丽的少年 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白皙的皮肤显得有些病态 但是依然挡不住俊俏的模样 主子 派到脸 您怎么 少年没有说话 静止走向草舵的位置 他总感觉那里有东西吸引他 这种感觉很奇怪 却没办法拒绝 走近一看 竟然看到一个奶娃娃 白里透红的皮肤嫩得吹弹可破 一身小红凹衬的小脸格外的可爱 少年忍不住把小奶娃抱了起来 这个娃娃莫名地吸引着他 让他不自觉地想靠近他 想对他好 并且依靠近他 就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回来了 平时走几步都喘得不行 现在抱着他 竟然没感觉 难道国师说的贵人 就是他 主子 这小娃娃怎么会在这里 莫不是被丢弃的吧 小娃娃看着那么可爱 比他在京城见到的都要好看 如若是被丢弃的 那孩子的父母可真是爱牵刀的 没良心 应该不是 我们去前面村子问问 说不定是村里的孩子 景宝睡得很沉 梦里他还是一条小鲤鱼 在莲花池里自由自在地游着 一池的莲花也在 他藏的一大堆莲子也都在 很快马车进了村 夫人驾着马车 静止停在郑家门前 此时郑家门前围满了村民 都是帮忙找景宝没有找到 过来汇报的 哪里来的马车 这马车可真好看 比镇上光老爷做的都要豪华 仆人跳下马车 朝着众人问道 请问村长是哪位 我是村长 你们有什么事吗 村长走上前 一样是一脸的疑惑 是这样的 我们准备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来的路上捡到了一个小娃娃 想问问是不是村里的 哦 景宝 肯定是景宝 正老大一听 急忙冲上前询问 景宝在哪呢 这位兄弟 不瞒你说 我们聚在这里就是在找孩子的 小娃娃还不满一岁 碗桌迷藏跑出去了 不知道藏哪儿了 我们找了半天了 车厢里少年一听 抱着景宝下的马车 众人眼前一亮 好一个贵公子 像月下仙童一般 让人有种触不可及的感觉 景宝 婉娘一看 真的是景宝 跑上前就要接过来抱 被男童闪开了 睡着了 先进去可好 少年紧张的耳朵 微微泛红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愉悦了 但是他还是想多抱一会儿 舍不得撒手 景宝找到了 多谢大家帮忙 大家先散了吧 小兄弟 你是在哪里发现景宝的 我们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 我叫龙月 叫我名字就行 我们是无意发现他的 马车刚好经过那里 就看到他穿着一身红衣 他在草堕里 还睡着了 我就把他带来村里了 怪不得怎么也找不到 原来在草堕里藏着 也亏得他想得出来 多谢龙月小兄弟了 要不是你们 我们恐怕要等他睡醒 才能找到他了 应该的 不用谢 龙月小兄弟 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公子吧 我们这里这么偏梯 你们这是 不瞒村长爷爷 我今年八岁 从小身子就比较弱 整天离不开药棍